你们知道 槟榔是什么东西吗 我们都知道槟榔是 我们从电视上看到有 有槟榔 有西施 感觉到哇 所以看起来好像是一个 不好又不坏的东西 都有一颗小小的东西 然后有一个漂亮的鱼身 穿少少的鱼包去卖槟榔给那些 uncle吃 可是问题是 槟榔到底是什么东西 记住 我来台湾我也是不知道 所以我就去买台看看 所以槟榔是炸的 这样的一颗颗 然后它的 我这样一包才20块 帮我很便宜一下 槟榔其实没有 全部暗叠 那这个有一个最普通的 最普通的 槟榔就是长这样的 它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 果实 然后包着那个 青色的叶子 而且我买的这个槟榔 是最普通最普通的 它叫什么青 青叶啊 我不知道 因为我 我一直跟那auntie讲 auntie给我一个最普通的 最普通的 好了 我会分很多个 那个 品种 品种 品种有什么 青叶 双子星 多利 中口 大口 特幼 所以我 我这个应该叫 青叶 跟不叫青叶啦 讲错了 叫青叶 很多人讲 柠檬 但你好不好吃的什么味道 我就问一下给它 它闻起来 就好像是一个 平常 如果有接触抽烟的人的话 就是那种味道 那种烟味的味道 很难闻 然后我本来是想要 尝试去吃看看 然后偷出来 他们讲那个 咬出来的那个痣啊 痣啊 不能 不能吞下去 可是现在 我上网有查了一下 就是 那个 檳榔它 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 檳榔它的原产地 是在 热带 雨林的国家 然后有 台湾啊 印度啊 马来西亚 泰国 越南等等 都热带国家 然后好了 它也是有好处的 它的好处是 它是一种药材 然后它可以治疗水肿 脚气 臭肌 跟那种 腹脏等等 然后它可以 帮助你排汗 然后在你冬天吃檳榔的时候 会有那种预汗的效果 然后它可以提升 感觉还不错啦 不过 吃檳榔的坏处 也是很多下的 因为那个檳榔中那种 石灰汁啊 跟那个檳榔汁 它可以 它可以 在我们的那种 口腔中 形成那个 牙结齿 然后因为它那个 如果是硬的 会 容易折断我们的那个 牙齿 让我们的牙齿裂开 如果我们的口腔啦 有那种伤口 比如说 凹色那些东西 它会 导致我们的口腔 口腔粘磨纤维的话 然后出现那种 白斑病 然后口腔癌 这种情况 因为刚好胃有那种 我现在在嘴巴里面 所以我就不能吃咯 然后它也会 影响那个 消化系统 长期吃的话 会损害那个 味觉啊 然后影响你 那个口水的 分泌 然后会导致你的 胃串动啊 胃癌等等 所以 如果 如果把好处和坏处 来对比看很多 其实坏处会比较多一点点 因为我来到台湾 八天了 然后我也是有遇到一些 uncle的 有那种 脚冰狼的味道 然后我看 我最高的鸭齿 一排 很重的味道 虽然 对他们来说 是这样 提升的效果啦 不过 那个外观就不好看了 所以当 你要尝试吃 冰狼的时候呢 你应该要先三次 一包 二十块啊 换算成 如果你要用医药肥 来治疗你的病的话 我觉得很不划算啊 好了 这个就是我在台湾 一些 比较特别的 分享啊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就在 底下 按 我的订阅跟按赞咯 我们下个影片见 请不吝点赞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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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咯